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之前 我也和大家在副頻道分享過的數據 而且亦無從否認 一個flow 0.1% 另一個是現在 黃旁的數據 迷宮0.15% 所以那些人在測來測去 都不知搞什麼 他們喜歡 因為今天不去討論什麼 就是拿回一些舊友的新聞 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那句 畫面上他已經做到了 要一個畫面而已 所以跟著那些人 終於可以放進走廊各樣 也有朋友貼了張照片 什麼名日大嶼 高鐵各樣 夾夾埋埋 可以建到百多間醫院 哼 現在它是建了什麼方方 有幾樣東西我覺得是不值得討論 例如下街誰做 例如全民檢測有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 有沒有用他都搞的 我說的有沒有錯 做人最重要就是面對現實 有沒有用他都搞的 這句說話有誰是錯的 有沒有用他都搞的 不用賺錢 還有 啊 甘迴啊 又 姓習那個親自指示 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放了個心心出來 我跟你說 就算香港 語化聲線了50萬人 他都說自己成功的 所以放心 國家必定成功 50萬人有沒有誇張了一點 是有誇張了一點 因為你不會知道是50萬 除非你有空做人口普查 這裡說的是2018年的新聞 目前我自己還有一點點燒 肌肉痛就好了一點了 Panikta真的可以洗 Panikta的確好洗 不過都是那句 如果老人家各樣可能真的要想想他 60歲以上的那些 所以我不明白的 那些人叫年輕人去做什麼呢 整件事都反轉了 我都說了 我同意你的 目記是比科技強 而且都有效可以降低語化聲線率 那等於你去不去抵擋這個流感而已 哇 今時今日你流感那期 即是香港以前2018年 你有沒有風驅的 有沒有強檢的 有沒有厭辯辯水的 有沒有影響到大家正常生活的 但是都是這樣說 現在那些不叫碧梁 就圍槍 現在那些叫碧梁就圍針 所以沒辦法的 你看他整群出動 已經不顧自己什麼身份各樣 所有的天空的藍的面具 全部撕開了 那你就知道了 落了死命令啊 當局 好 說回正題這裡 流感累積的語化聲線個案 增加到46宗 這個 咦不是2018 2019年 應該記憶猶新吧 2019年 2019年1月18日時後的新聞 差不多啦 你看到那個日子 我們遲他兩個月而已 不然不明白 有什麼好害怕呢 你看到這個數字已經知道了 過去一周 平均超過6000人去急症 幼稚園 個案大增 以前已經遇到過這些東西 如化聲線個案一周內 升至46宗 冬季流感高峰期 公立呢 就持續滿了 那些床位不夠用 醫管局 就發表最新的高峰簡報 他顯示 所以那些醫護知道的 其實他們暗瓦底知道什麼事 過去一周 公立那裡急症呢 那個人數高達6751人次 比上星期 再多100人次 每個星期都6000多 但是隨著和咪公更厲害一點 他好像多這個數字 一倍兩倍 多無乖乎成哥要捐這些錢出來 叫那些私家的都接一下 如果不是 你公家的有沒有給過錢 那成哥也很簡單的 他在香港大陸 都還有少少生意的 那你當疏通疏通 勞費啦 什麼都好 等於李澤佳 圍著各牌各樣 都要出來做一下事的 這些叫什麼 哼 砸心口 一盆吉在這裡 你就要課稅 這麼簡單 哪有自主意志的 不要玩啦 接著有些人又找他舊屎的東西來講 就說他這隻電訊營科 搞到很多人 虧了大錢 尤其是那些老的 退休那些 有沒有這麼好心啊 有這麼好心啊 當日他明知要課領的時候 早出警告 不過 都是那句啦 投資者自負盈虧的 所以我又沒有太怪他 如果不是貪圖利益 又怎會下注才行啊 我很坦白 他和我有沒有關係呢 即是股票上的那些 賺蝕各樣 和我沒有直接關連 但是 和我的生活質素就有關連 為什麼呢 父母輩那些 怎麼都會玩一下股票各樣的 那就是好東西 之所以為什麼 我對股票市場各樣的東西 是好審慎的 但是 又OK的 Anyhow 說回正題 公立那道急症呢 那個人次 高達6751 而醫管局除了維持各專科 加開的503張短期床位 再增多1262張臨時床位 最後去到1765張 但是很難的 如果你是要那個人 哦 沒有怪乎啦 他那時候已經不夠床位了 那你現在 哇 天天 是不是在說6116啊 有7000那些啊 哪有那麼多位去serve那些老人家 哎呀 還有 真的哦 有多少是鑑山地被人擺在露天那裡 有些人說不會 在這裡 散播一些這樣的訊息 他就自己 躺在那張東西裡吹一晚才跟我說啊 最重要 最好是七老八十哦 你是可以完全敏除這件事不說的嗎 道理上說不過人 跟著有沙律 果汁 別狗 啊 幾好用啊 那我要叫他做什麼啊 共產 是不是這個啊 Anyway 2019年啊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於是乎公佈 16號時後1月啊 新增6單流感嚴重個案 兩人乳化聲鮮 全部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全部都是 甲型H1流感 累積成人嚴重個案113宗 46人乳化聲鮮 另外 16號時後呢 也增加了一宗兒童嚴重個案 累積了9宗的了 兒童的那些個案 6歲男童過往健康良好 1月5號時後 就有少少少燒 有咳嗽 有流鼻水 然後發現嗜碎 甚至有少少不清 於是乎就入這個馬例 證實是甲流 控視 就有腦部的感染 喂 最重要這裏 他是2019年時後 已經去撐過那些流感防護劑 潛伏期當中也沒有外游 小孩子要小心 都會出事 以事實上 你不知道的 即使是撐科技伏技 你的小孩子 副作用就 一定是一定要硬吃的了 哦 那些人說要醫法地低 跟你們說 那好吧 醫法低 那些 會乳化聲鮮都醫法地低 那OK啦 他們說什麼就什麼 是不是 喜歡Hagamony 那為什麼小孩子又一般 因為他們那個免疫系統 還沒訓練過 你是要不停訓練他才行 你始終成年人 經過這麼多年 他身體怎麼都會有T cell和B cell 這個就是為什麼成年人沒那麼害怕 但是成年人害怕的是一些健康狀態 之所以跟大家分享以前的這個資訊 2019年 原因很簡單 第一 就是床位方面 你看到了 毫無寸進 必定的啦 拿了這些錢 不是起什麼就什麼 不是說要有效改善劏房那些東西的 你自己看一下那些住宅落成良 有眼看的嘛 所以就跟大家說 加拿大方案 澳洲方案 台灣方案 英國方案 怎麼都倒閉他呀 這幾年 盡量 儲起一分一毫 就去移民 那你說 喂不是說加拿大那些 毛老多 很hagamony的嗎 很霸權主義的嗎 搞錯了 我經常都說了 現在是民主國家中國化 中國朝鮮化 那我說問回你 你想住中國呀 還是想住肥仔金那裡 就這麼簡單的嘛 所以 至少跟著那些洋人 你好吃好住呀 尤其是那些醫護各樣的 就應該及早這樣 雞飛就狗走 放在那裡 有肉 就無榮的 此其一者 其二者 所謂君子不受 遮來之食 即是做人 怎都有少少尊嚴的 尤其是醫護這一行 你有看到Dr.X那些 他們東大呀 還有那間好像叫帝國大學呀 不記得啦 經常就會在那裡爭的嘛 即是說哪個團隊好 哪個團隊好 所以你就見到 馬仲兒醫生那些 他呀醒目呀 一早飛了去英國 陳冠宗醫生那些 我不知道他去哪 那些兒童心臟科權威 又例如沈祖堯教授 那這些值得敬佩的 全部都挑選民主的國家 又或者是 至少都會尊重你的技能的一些國家 那離開就業 而那些醫護呀 經常因為他們獲得的資訊 喂 一個醫護 好忙的每天 所以醫療期刊給他們看什麼 他們就照收什麼的嘛 所以又不能說 誰在那裡撐科技伏技那些 我們一單就還一單 我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還有有些人 哎呀明知道 有些事 就去放大你的毛孔 跟著買美容套裝的 那算吧那班人 至於另外天空的藍的群組 就很簡單 他們已經是我用三個字 失心瘋 這是什麼來的呢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就被人不斷攪拌 搞呀搞呀 又找不到出路 於是乎 就嘗試一下 parrotting人家說的那些東西 什麼沙律呀 果汁呀 熱狗呀 然後不停地說這些東西 但你看到怎樣去戒分呢 很簡單 是沒有reasoning的 整班好像zombie 到處走的 但都怪不得他們 平時上班各樣都累的 放了工又是一個walking body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